2025的iPad到底怎么买 新款的M3 iPad Air 用起来值不值 活补 教育优惠 怎么去入手 什么时间更合适 嘿 我是一仔 那今天我们就一口气聊了清楚 关于iPad这些种种的问题 那记得关注一下 等一下一步小讯滑走了 多想人了 OK 那我们就开始 那么现阶段的iPad 其实可以分为两类 但选哪款更适合你 你真的要灵魂考虑一下自己的问题 就是你买iPad 到底是为了学习 还是赚钱 那如果你的第一反应是 天地可证 我有一颗好好学习的心 很想有一个高级的本子 五指画的工具 刷刷网课 看看论文 记记笔记 那再顺便看个说 追个句放松一下 那你需要的 就是一个被动输入型的iPad 但如果你心里想的是 啊 我会的很多 我就是觉得电脑太笨重了 影响我随时修图 剪视频 出图的速度 那每耽误一秒钟 那恨不得就是影响甲方 到账时间的速度 那有些甲方晚到账一秒 可能就没了 那你需要的 就是一个主动输出型的iPad 那清楚了这一点 咱就说好了 不要变了 因为iPad 本身它就不是一个特别刚需的东西 而且就是越加钱肯定得到的是更多的 所以选好了吗 你是哪种用户可以打在弹幕上 但如果到这里你还是很纠结 觉得自己就是一边想无线进步 一边想挣点外快 那我们就来先看一下这个刚出的 适合大多数人 可输入也可输出的iPad Air M3芯片 那我们手上有两个尺寸 11英寸和13英寸 颜色还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这个时间非常蹊跷 M1的Air和M2的Air 时隔了两年一个月又28天 而M2和M3隔了9个月就出了 最蹊跷的是 它俩的包装盒竟然长得一模一样 使出反常必有妖 所以M2芯片的Air被刺了吗 实测 如果是看网页刷信息留作的手帐 体验其实是基本一致的 Final Cut导出4K视频 那他俩是都落后M4芯片的iPad Pro M3只比M2快了一丢丢 就这9秒说实话 我觉得都不够站起来喝口水 然后我们试了一下AI本地部署 让他们跑Deep Seek R17B 本地推理 M3确实要比M2要快一丢丢 写小作文 M3的生成也要稍微要更快一些 但问题来了 如果你真有这个需求 咱建议直接一步到位上到iPad Pro 因为20分钟后 M2、M3都降频了 那M3、M3到底带来了什么呢 那首先它是台积电3纳米 而M2是5纳米制程 那理论上就是它的能效表现会更好 但是有一说一 iPad这种东西真的有人非常在乎省电网 那再就是增加了硬件级的光线之中 那这个部分主要就是玩游戏 还有做3D设计 那简单来说 比方说你在游戏过程当中 水的这个反光 包括有些镜面的这个部分 会有更多的细节 光影的效果会更接近现实 那然后呢 就没了 就是这点更新 所以这时候你再看 为什么它俩包装都一样 可能库克是真的怕你买虫了 那再看细节 这俩都是蜂窝版 但是新的M3 Air这边 怎么还多了一行丑丑的标注 然后机身的Air标注还给弄没了 所以对于iPad Air这个系列 我先建议买的是M2芯片的iPad Air 这不M3出了 说不定价格还能降一点 那如果你对性能速度 也没有什么要求 M1芯片的iPad Air也很香呀 毕竟新出的iPad是A16芯片 性能照M系列芯片差远了 还当新品牌呢 那如果你买的是M2芯片的iPad Air 省下这个钱 还能入手一个这次新出的 Air专属的料红键盘 然后他们Air几个系列之间都是通用的 11英寸13英寸两个型号都有 然后这次主要增加了14个快捷键 但这个键盘呢 细节上还是比iPad Pro要稍微差一点 比方说它不够薄 比方说它触控板的面积不太大 那比方说它按起来有一点 刀刀的 没有iPad Pro的那个模拟的振动反馈 那么细腻 但好在便宜200块 外出办公码字还是非常可以的 但同时13英寸加上这个面昏键盘 那确实让iPad Air也更像MacBook 那如果你真的那么想要一个MacBook 那为什么不买那个刚抽的天蓝的 我们也会做视频的MacBook Air呢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新更新的这个 基础款的iPad 它改名字了 叫做iPad A16 但依然是苹果生态的最底端 虽然说它价格来到2999 然后内存也升级到了128 属于是加量不加价 那比前几年64GB 还有Home键 搭黑边3499 要合适不少 但是朋友们 2025年了 屏幕竟然还是非全贴合的 所有iPad当中就只有它是这个体验 那给不清楚这个体验代表什么的朋友 多说一句 就是它的屏幕观感不太高级 然后中间的是有间隙的 稍微远距离看是OK的 但如果说你有想买iPad配根笔的这么一个需求 那它呢会有一种比较明显的写在玻璃上的感觉 没有其他iPad输写体验那么好 而且这个iPad也是目前唯一还支持Apple Pencil第一代 和一款低端的USB-C笔的这么一个iPad 那一代笔是Lightning接口 你还要想办法去转接 而另外一个 这个笔能吸附但是不能充电 那如果你想充电 还要特意带一根USB-C的充电线 那第三点 就是它这次更新了这个H6芯片 虽然确实是比H14要大概有个30%左右的性能的领先吧 但是它是一颗残写版的 而且它也是所有iPad当中不支持Apple Intelligence 所以怎么说呢 如果你主要拿来看剧做笔记刷信息流 还可以 但如果你对手写绘画的需求更高 我就不推荐了 还是优先看看Air 那还有一个我不推荐的理由 就是说我总感觉苹果它后面会不会出一个价格再高一点呢 比方说3499 之前就卖这个价嘛 然后它加上了AI 它出两个版本并行 一个叫A16版本 一个叫AI版本 那到时候你说难受不难受 那么关于iPad Pro 那我觉得你有非常明确的需求 你就买M4芯片iPad Pro 这都不用我跟你分享 你自己一定知道这要是吧 到这儿了 花8千块钱 没必要听别人的 它的所有配置都是独小的 双层OLED屏幕 显示黑 不发灰 如果你说我看不了几个那么暗的剧 这次扬声器 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 包括Apple Pencil Pro 加上120Hz Promotion 花手最在意的跟手性 直接拉满 还有Pro的妙控键盘 也是更贵更轻 材质更高端 Pro版是铝合金底座 触控板面积最大 最接近Mac的手感 但回归到前面那个问题 就是冷静 真的冷静 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需求 而不是因为它很好 然后你就想要一个 虽然说谁不想要一个呢 那M4呢 其实更多的是 苹果秀肌肉的一个操作 而iPadOS 其实并不能完全发挥 这颗芯片的实力 那你要是日常刷刷网页 然后包括看视频 就算是剪视频 其实真的没必要 特意充iPad Pro MacBook 可能是更适合你真正办公的选择 那它真的就是专业人士 对于说便携 有其大的一个诉求 想着我抓起来一个轻薄的设备 我就开始干活 就能为我挣钱 尤其在外面的这种时候 你说你给甲方 临时演个片子 或者说你分分钟 用它呈现一种更好的体验 那你可以买 但同时你也没必要买最新的呀 我觉得M2芯片的iPad Pro就已经很好了 那虽然说在显示的画面精度上面 这个HDR的画面没有M4那么高 那么亮 那么黑 但是真的差不太多 那我们简单过一下我个人最喜欢的iPad mini 这真的是一个所有iPad当中 最小 最轻 最可爱 单手拿着最方便的iPad 它是所有iPad当中 单手看书 最舒服的 然后再来呢 比如Rain17 Pro改用器 那么实色原神 帧率功耗温度这样的 但是它又有一些硬性的缺点 就是屏幕小分屏操作有点拥挤 那长期记笔记或者说你用它画画 虽然比的这个触感是不错的 但是画幅有点小就不太行 所以买iPad mini 其实更多的就是图它一个爽感 比方说Rain17 Pro改用器 硬能手感无敌 然后再来呢 就是它也是支持苹果智能的 那有朋友说了 我看iPad mini 6也挺便宜的 有必要非得买mini 7吗 那三个点 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判断一下 那首先呢 就是H17 Pro的芯片性能确实会更强 然后它运行内存是8GB mini 6是只有4GB 那在多任务和用得更久 包括支持Apple Intelligence上面 只有新款的mini 7是支持的 旧款的6是不支持的 那再来就是之前 iPad mini一直出现过一个果冻屏的问题 虽然说我在日常影响上面 我觉得不大 但是确实在新的这个7代上面 它是有所改善的 OK 那前面呢 你应该大概已经选好了 自己心里喜欢的iPad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正当时的果补和教育优惠 又可以少花几百块 羊毛一定要好 那首先第一步呢 其实就是我们要搞清楚 哪些iPad是能够享受叠加优惠了 咱就拿iPad Air来说 原价4799 果补之后直接4 299 一单下去立成500块 然后再看一下标准版 然后标准版的iPad 原价2999 果补之后能到2549 也能省个400多 而且今年全部都是128GB起步嘛 终于不用可口嗦嗦的清内存了 那我把各款iPad优惠价格都列在这里 最后入座看一下 你想要的能省多少 然后这个表呢 是哪些省份能享受果补 这个一定要注意看一下 就是它要跟你的收获地址 是保持一致的才能享受这个补贴 那你也可以在电商平台搜下关键词 那各个平台不太一样 但基本上都能跳转到领券的界面 重点来了 如果你恰巧是个学生或者是老师 朋友们直接杀疯了 那现在果补和教育优惠是可以叠加的 价格又降一波 一来一回能省出一根Apple Pencil 不过不同平台对教育优惠的认证方式不太一样 我也帮你整理好了 可以说今年真的是买平板非常合适的时机 然后我看有的同学还会问 那我每年有一个那个什么返校优惠 7到9月还能更便宜吗 可能会 但需要注意的是 一般来说返校优惠只有iPad Air和Pro是参加活动的 所以如果你买了这两款 也许可以等一等 通常呢它是送Apple Pencil或者是耳机 不过每年的政策都不太一样 那再来就是会不会跟果补冲突 咱也不知道 所以我个人的建议是 如果你急用 电子设备肯定是早用早箱 你可以趁果补的价格赶紧入手 那如果你不急用 可以再看一下618或者是返校机 OK那么非常非常开心 你可以看到这里 这也是我们连续第五年去做iPad选购 那虽然说iPad不是刚需 不像手机天天离不开 也不像电脑那么强 但说实话 它就是我日常用的最多 最没负担 最快乐的设备之一 而且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形态 那这一次我也想用这种输入和输出的方式 来试着帮你一起来捋清iPad 因为不管你是选择输入还是输出 其实iPad都有点像是一个成长型的 陪伴型的这么一个设备 我希望我们都能在它身上找到乐趣 或者是用它直接点现 OK那么我是迪仔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关注一下 或者是转发给你的朋友 也让他来看一下 非常谢谢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咯